Face off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人看到Face off 然后会想起1997年 好久哦 快要30年前 这个由香港导演吴宇森导的一部电影 叫做变脸 那确实没有错 变脸的英文 他的英文片名就是Face off 应该很好懂嘛 对不对 Face off 把脸拿下来 把脸换下来 那他就是由约翰曲弗塔 跟尼可拉斯凯基 两个很厉害的男主角演 他们的名字都好难念哦 John Chibota Nicolas Cage 那电影的话呢 当然他是这个警匪动作片 不过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科技能够让人换脸 那当然他的电影是翻成变脸 那当然也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认人 常常真的是认人的脸长相外表 那其实人的一些内在 一些记忆啊 行为啊 有时候我们反而会选择忽略 那但是我们不是要讲这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跟大家谈英文 Face off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电影讲的换脸哦 变脸哦 或者是生气啊 Key pie啊 Bing 不是这个意思哦 Face off的意思 其实是对决的意思 正面对决 正面冲突 那可以是人 可以是团体 然后呢 就跟你是对立立场的人 然后呢 就变成是我们来正面对决 到底是我们有什么冲突 那或者是团体 那或者是说运动赛事的一些队伍 那这种的话呢 就叫做Face off 那他通常呢 不是私底下订构器啊 或者是干嘛私下解决 不是 但是他等于是公开 正式的 把这些冲突 看是要怎么样化解 或者是怎么样来对决 所以原来 Face off 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因为 这个电影实在太有名了 所以像我也是一样 我早期 我也一直以为 Face off 他就是脸拿下来 就是换脸啊 或者是干嘛的意思 结果没想到 他竟然是大对决 竟然是对决 对抗的意思 对决定